大家早安 这个全球现场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又寄出了另外一项的禁令 因为呢 这个时间很非常的刚好 好 明天7月6号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抵达到北京的时间 但现在这个前夕华尔街日报有个最新的报道指出 白宫准备限制陆器 使用亚马逊 微软等等 美商提供的AI云端运算服务 也成为美国打压大陆AI的另外一个招数 华尔街日报的这一项报道里面就分析到说 白宫此举将会完全防躲 像先前美方他们宣布高阶的AI晶片 进销到大陆这样的动作 那大陆企业有可能绕到使用 像是亚马逊等等的云端服务供应商平台 要避开的是禁令的漏洞 而预计美国的商务部可能在未来几周 就会公布这项行动的相关细项 好 不过来看到的其实美方呢 今年来是对于这个大陆的一些晶片 还有AI的技术 展开了一系列的围堵行动 但是当然也遭到大陆的反击 好 因为呢像是先前进了美光 那在昨天有个最新的禁令 就是商务部他们禁止 像是加根者这两项半导体的主要材料 出口管制 好 当然了 从这样的禁令可以看到的是美中角力 当然在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是有增强增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那同时间昨天有这个国际峰会召开 这是上海合作峰会 是希望可以提供另外一个平台 另外一个金融体系 供给这个里头的这些成员国 在安全反恐还有经济上头的合作 昨天的这项会议是由印度来举办的 他们是采取这个线上方式来举行 会后也发表了新德里宣言 内容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要支持里面的成员国 他们可以落实扩大本币结算份额路线图 加强金融还有投资领域的相关合作 根据外媒的报道 这份宣言当中 成员国会支持落实扩大本币结算份额路线图 好 也会加强区域的合作 像是上海组织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合作相关之外呢 当然最重要的福祉 就是要增进成员国的这些人民生活水平 而同时间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是透过视讯的方式来出席这项峰会 他也发表演说 同时他也是建议扩大上河组织国家 要以本币结算份额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反对搞筑墙涉垒脱钩锻炼 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汇集各国人民 中方建议扩大本组织国家 本币结算份额 推动建立本组织开发银行 好我们看到习近平 他昨天是透过视讯的方式 来出席上河会 他除了发表演说之外 邀请各国要参加第三届的 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 同时接下谈话的这个重点 就是建议扩大上河组织国家的 本币结算 好另外他也提到了 要警惕外部势力 跟在本地区煽动的新冷战 坚决反对任何理由干涉内政 当然这样的说法 鉴质美国的意味 可以说是非常的浓厚 好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就是呢 在这个瓦格纳兵变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丁 好他也出席了这个峰会 这是他在兵变之后 首度出席的一个国际峰会 他在峰会上也发表 谈话他怎么说的呢 好提到当前的俄乌局势 他说外部势力不断的 在俄罗斯的边境挑起事端 试图要把乌克兰打造成一个 反俄的国家 而同时间他也呼应习近平的说法 也是支持转用当地货币贸易 好同时间也支持的是 这个伊朗的总统莱希 好其实伊朗呢 他们也是这一届在这个上合会 新加入的成员国 那之后白俄在明年也预计 要加入上合组织峰会 所以呢这个峰会的成员国 是不断的扩编 不断的扩元 莱希怎么说的 他在这个会议上的话就表示 美元现在是西方霸权的工具 必须要从世界的实践当中去除 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而其实说到去美元化的这个议题呢 中俄早就有推动了 好推动去美元化 这是俄罗斯的国营开发银行的主席 他就曾经敦促说 中俄之间要赶快先建立一个 新的尖端支付系统 那这个支付系统呢 之后还可以扩元 好扩散到像是 这一回谈到的这个上合会 跟金砖国家的货币交易 当然了这样的举动 其实也代表着受到瞩目的 金砖国家储备货币 还有可能也是在上合会的组织 这样子流通来使用 那扣除重复的国家 现在就有专家分析 未来可能推动这个本币结算的国家 会多达45国 那算一算可能全球将近有一半的人口 都会走向这个去美元化的趋势 那为什么现在说到 要推动这个本币的 这个结算去美元化呢 其实跟当前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好这是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的 研究员刘宗元 他就表示 其实这样做是符合上合国家的利益的 好因为来看到这些成员 包括了俄罗斯伊朗或者是中国大陆 其实他们都是有面临到一些外交上头的困境 好以俄罗斯来说好了 俄罗斯当然俄乌战争的状况之下呢 西方国家不断的对俄罗斯来祭出制裁 好现在推动以本国货币结算 那就可以避开了一些美元结算的一些风险 另外是中国大陆当然跟美国的关系 持续在角力持续紧张 那印度的部分呢 其实早在这个俄乌战争 他们就是一个地缘政治可以说是一个受益者 因为他们已经跟俄罗斯买了非常多打折的石油 也是使用非美元的货币来结算 另外在伊朗的部分呢 伊朗也是因为受到西方的制裁 陷入经济上的孤立 所以呢这个研究员他就认为说 上合会是区域峰会提供给成员国们 一个避开地缘政治风险的金融体系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习近平还昨天也是以视讯的方式来出席这个上合会 他同时间也跟普丁同框 好普丁就说了他是强调俄罗斯的人民团结 抨击外部势力 另外习近平也强调说要小心外部势力在本地区煽动的新冷战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登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丁都以视讯方式出席参与 由于普丁是在瓦格纳叛变后首次参与国际活动 全球瞩目 他讲话时强调俄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要团结 似乎刻意展现自己大权在握政权稳定 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说上了成员国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 在本地区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 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策动颜色革命 似乎意有所指 上海合作组织顺应当今时代潮流 一定能够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不断发展壮大 够有十多国的元首透过视讯连线 并宣布了接收伊朗为第九个成员国 签署把俄罗斯加入义务的备忘录 他们媒体指出从去年开始 上海会迎来了扩元朝 十个国家排队请求加入 而印度总理莫迪数周前才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印度与大陆的外交关系 正因为边界冲突属于低谷 和巴基斯坦也长期不睦 外界认为以视讯方式举行峰会 可以避开领导人接待规格 以及握手互动等可能发生的敏感问题 记者送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